弟兄姊妹 早晨 今天就開始我們今天的崇拜 請大家仍然站立 如果是不方便的就可以坐下 我們一齊來到唱首讚美敬拜的詩歌 在耶穌的腳前 詞曲 李宗盛 在耶穌的腳前 前輩齊細敬拜 曾讓主的榮年 在耶穌的腳前 安靜流行聆聽 等候主的旨意 在耶穌的腳前 在耶穌的腳前 先向你解所有 好不保留我請愛你 在耶穌的腳前 在耶穌的腳前 前輩齊細敬拜 在耶穌的腳前 前輩齊細敬拜 前輩齊細敬拜 在耶穌齊細敬拜 前輩齊細敬拜 安靜流行聆聽 等候主的旨意 在耶穌齊細敬拜 在耶穌的腳前 前輩齊細敬拜 前輩齊細敬拜 在耶穌的腳前 前輩齊細敬拜 安靜流行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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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首歌是 《親眼看見你》 好像剛才梁先生和我們祈禱時 我們知道 這個世界有很多戰亂 很多天災 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很有平安 很有喜乐的 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 所以我们都有一个警惕的心 就是我们要回到主那里 要亲近我们的主 因为而且是要将祂的福音来传出去 是未知未信的有机会来听到这个福音 我们一起来唱《亲眼看见你》 有祢 我生命不一样 有祢 我生命在天堂 有祢 我不害怕 困难 有祢 我有满足的喜乐 有祢 我在身处地求告你 有祢 在天上听我祷告你 有祢 我坚固必难说 我赞美祢 直到永远 太阳海春 月亮海春 有祢 我在身处固必难说 我和祢 我在身处固必难说 我从前 逢万有祢 我从前 逢万有祢 现在我今眼看见你 我从前 逢万有祢 有祢 我生命不一样 有祢 我生命在燃燃 有祢 我不害怕困难 有祢 我有满足的喜乐 有祢 我在身处祢求告祢 祢在天上拼我 祷告祢 祢是 我肩无比难说 我赞美祢 直到永远 太阳海船 月亮海船 仍有敬畏你 直到完蛋 我从前 风吻有意 现在我惊愿看见你 太阳海船 月亮海船 月亮海船 仍有敬畏你 直到完蛋 我从前 风吻有意 我从前 风吻有意 现在我惊愿看见你 我从前 风吻有意 现在我惊愿看见你 有主在我们身边 我们是不惧怕 我们是有满足的喜乐 虽然环境是改变 但我们的主是不会改变 我们回到主的华语 我们要亲近祂 我们要在祂的华语里面 来明白我们主的心意 第三首诗歌是你的话 我们唱到第二诗 我就会请大家一起起立 做一个回应 我将你的话语 生产在我心里 我将你的话语 我愿意 着我愿意 天地等 做我 路向的光 天地正要过去 你的画尘长长 天地正规划 你的画却成细 我将你的画尘长 在我心 免得我的罪名 免得我愿意 噢主啊 以我清清 花爱的声音 照我 骄傲千地等 做我 路向的光 天地正要 天地正要 天地正要过去 你的画尘长长 天地正为我 你的画尘长长 天地正在我心 变得我的罪名 天地正在我认识 天地正要过去 你的画尘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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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灵 我 路向迷惑 很开心 很感谢阿游和国然 带我们唱了这么好的诗歌 接着我们是读经 我们读经是《路加福音》 八章 十九至二十一节 我们大家一起慢慢地读出 第十九节 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 因为人多 不得到他跟前 有人告诉他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 要见你 耶稣回答说 听了神之道 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了 都见到这里 接着我们 又说到 信心的建立 我们有宿牧师 我将时间交给宿牧师 大家好 见到大家很开心 今天早上起床 看下天气 是否觉得很开心 是否觉得很开心 今天我们看第八章 今天我们看第八章 第八章有五十六节 今天是上半 下个星期是下半 刚才我们只读了三节圣经 其实我们要看经文 在你的程序表 是写下来 有二十一节 有没有吓死你 当然上个星期 但是我们听了一篇 都是杀种的比喻 一篇很好的信息 所以说到 那个荆棘里面 这四种的土壤 其实我 是不会很细节地看下去的 路加第八章 其中的一个主题 就是 如何去得到信心 而得到这个信心 又如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去运用 如何得到信心 而得到这些信心 是需要经过一些考验的 通常我们去 我们就 得就好 叫我们去考验 我们也想想想 但是路加第八章里面 要告诉我们 就是如何得到信心 如何去透过考验 走在生活里面 今天我们先看前半章 我给一个题目 就是 信心的 建立 因为这二十一节里面 看到有另外 可以说 信心的建立里面 我就加多一个重点 一个副题 这一段圣经 我觉得是它的重点 就是知行合一 这四个字 我们是否很熟悉 这是哪个人提出来的 王阳明 王阳明 知行合说 用了这四个字 这四个字 其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是一个 好像禁科欲律 知行 需要合一 但是 在这一部分里面 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先看 过了没有多少日 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 这里说 他宣讲神的福音的时候 帮他一起同工的 有哪些人 有十二个门徒 那不只是这十二个大汉 还有 是 一个叫做 玛利亚 圣经里面 有很多个玛利亚 这个就是 末大拉 那个地方的 玛利亚 他曾经有一段 相当悲惨的经历 但是主耶稣救了他 他很感恩 他跟着主耶稣 那门徒跟着主耶稣去学 去传道 那他做什么呢 待会我们会看到 另外 有一个叫做 若阿娜 那这些名字 我们可能很难记 但是呢 他的英文名字 你很容易记 你知道是什么 Joanna 另外 又有一个叫Suzanna 那这些就很容易记 有Maria 有Joanna 有Suzanna 还有另外一些妇女 好些别的妇女 全部都是妇女 这些人做什么呢 门徒就跟着耶稣去传道 那他们又如何去付出 他们那一步 他们那份力量 就是用自己的财物 来去供给耶稣 和门徒 我们见到呢 在神的事工上面 不仅是那些门徒可以做 路加呢 诚军的路加福音 甚至在诚能转里面 路加似乎是相当关注到 女性在神的事工上面 他们的那个付出 他们的那个角色 他们的那个贡献 那这里呢 路加都特别提出 耶稣和那些门徒 那个经济支持的来源 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些姊妹 来去奉献出来的 跟着呢 第四到第八节呢 就是 当很多人聚集的时候 又有人从各城里 出来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说了一个比喻 给大家听 那这个呢 上个星期我们都看过了 我们就很快去看一看 那这个比喻里面 有四种的 土壤 同一个种子 四种不同的土壤 那跟着呢 就是耶稣的一个 那些门徒明白的时候 耶稣的一个解释 那四种的 那这里呢 如果呢 你将第一 到二十一节 或者呢 从 第四节 开始到二十一节呢 你回到家 打开你的圣经文 慢慢数一下 看看有多少个听字 在这段经文里面 那个听字 中文版呢 最低限度 我数的呢 就是有十次 如果我没有数错 有十次用个听字 有一个英文版 可能是九次 那因为这个 语言的表述不同 那用一段短短的经文 用这么多次这个字 可以显建路街 所着重的一样东西 这个听呢 不是好像普通 出街都听到一些车声 听到别人 讲话声 那个听 这个听呢 那麽 呢 路街所用的听字呢 是 这个听呢 这个听呢 就能够将神的道 存在自己的心里面 保罗呢 说 信到 是从听到来的 其实呢 如果你看到英文圣经呢 他没有那个道字 英文圣经 最低限度 NIV呢 就说 信是从听到来的 那当然 这儿在讲的就是 其实我们平日都是 你信一件事 你信一个人 是听了他说 那麽你接受 那麽 那保罗在这儿说 听是从信而来的 就是说 信是从听而来 怎麽会有信心呢 是听到神的道 所以神的道呢 是说出来给人听 听了之后 放在心里面 接受 就产生到信心 那麽怎麽呢 有人听 这个人又听 那个人又听 那个人又听 很多人一起听 听同样一篇的道 或者同样一篇的信息 或者当耶稣说的时候 这个听 那个听 很多人在这儿听 怎麽呢 每一个人听了之后 他们的反应 他们的经历又会不一样呢 那麽这个呢 就要视乎 那个听的人 就是每一个人 他自己内心的那个状态 这个呢 就好像 同样的是 一堆的种子 那些种子 可能从同一个植物 例如瓜也好 麦芽 什麽 同一个一抽里面得出来的 那些种子的质地 是一样都好 当你杀出去的时候 同一个种子 但是在不同的土壤里面 就会怎麽呢 就会有不同的收成 那麽问题呢 就不是那些种子 那麽 而是那个土壤 那麽或者呢 有人说 如果呢 有时我们都见到一些人的花园 或者两间屋 都是那幅地的 如果有的人 拿同样的种子 同样的质素 的桶子 种子是放在两个不同的 只是左右两边的 那两个地上面 都会有不同的收成的 会不会 都会有的 那是不像种子的问题呢 那是否种子的问题呢 其实呢 这应该是土质的 改造的问题 就是说那种植的人 他在盘泥 或者他在有那个地上面 他的施肥的技术 是否好一些 準时一些 适合分量一些 等等這些都會影響修成的不同 總括來說是土壤的不同 令到修成的不同 種子是一樣的 是土壤的問題 土壤的問題即是人心的問題 耶穌在說四種不同的 種子落在四種不同的地方 上個星期我們都聽過鄧牧師說過 為何會殺出四種不同的地方 原來不像平原的農地 它是有梯田的情形 殺出去在不同的地土上 不同的修成不同的情形 即是神的道講出來 入了不同的人的心田裏面 就有不同的效果出來 第一種是什麼呢 第十二節裡面說 第一種是在那些路旁的 硬的地方 被踩到硬了 根本沒有泥土 來給那個種子去生那些根 去落到地土裡面 所以飛鳥就來吃掉它 第二種呢 就是落在盆石上面 盆石呢 在馬太福音就不是用盆石 是用土淺石頭地 只是說都是石 但是面面有了少少的泥 那些植物都可以生長 不過呢 就不能夠穩當的 這樣就生長 一遇到這裡 如果他剛才說 遇到太陽 曬一下就乾了 其實耶穌的意思 就是人聽到很歡喜的領受 但是因為那個是土淺石頭地 所以根本不能發展 當一遇到有些什麼困難 或者他的祈禱又得不到英運 那樣他就會離開了 這樣的意思 之後就會放棄了 有一位牧師呢 他也是一位 廣道很好 很多人喜歡聽廣道 國教會邀請去廣道 但是他有一件事呢 就是他自己都很糾結的 就是他去講報道的時候 他呼召是沒有人相信主的 很多次講報道 呼召都沒有人相信 那麼他自己就覺得 不是多好受 不是多好意思 那麼就會令到那個舉辦報道會 那間教會呢 會不會有點失望呢 他自己都在想 是不是神沒有給我這個恩賜 或者是怎樣 那麼後來呢 有一位幫他很老有記 很相熟的信徒呢 就向他坦白地告訴他 你聽 我想呢 你失敗的原因呢 就是說 你說報道 沒有人抉擎的原因呢 就是 你要講到呢 那個理論性太強了 所以不適合我們這些 後現代的人的口味 後現代的口味是什麼 要講什麼 講feel的嘛 後現代嘛 那麼你一開始就講 到底有沒有神 證明了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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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才是獨一的真神啊 然後又去證明耶穌是神來 是神的獨生子等等 啊 怎樣去做代罪羔羊啊 一直講完這些理論 沒錯 這些理論都很重要 不過沒有feel的嘛 是 我們後現代的人呢 就不適合那麼多理論 我們呢 很現代的人 聽到呢 只要對feel 踏得著 這樣就缺制的了嘛 你說那麼多理論 這樣是幾難的 這樣 不過呢 這位傳道者呢 他都仍然有自己的堅持 他認為呢 如果 人沒有聽得明白 又怎樣叫做真正的相信呢 信仰 固然是有一些超過理性的成分在裡面 信仰超過理性的成分是甚麼呢 譬如有些人病到醫生都說沒有的了 準備後事啦 但是 但是 祈禱之後 又好回來喔 那這些 不是沒有這樣的人的喔 有一些呢 就記載了在書本上 他們寫回見證下來 有一些呢就是 可能他不是寫書的人 沒有寫大 真的有這樣的經歷 很多人 歷代都有喔 那這些是一種超理性的 絕值得醫治啦 或者呢 一些人 非常窮凶極惡的人 聽到聖經的說話 悔改信耶穌 那這個又是一個很大的奇跡的改變 雖然說 江山移改 品性難移 這個人改過來喔 這些是超理性的成分 是 信仰是有這些成分的 但是信仰的主體內容呢 仍然是要能夠 講解得明白 被人家聽了明白 這樣才可以 基督教呢 是合理的信仰 有位牧師寫一本書叫 合情合理的信仰 合情是可以經歷的 合理呢就是 理性思維上面是講得通的 必須要合理地去講述 如果呢 福音呢只是一份的 歡喜領受 好像在土淺石頭那樣 對感覺 有那個感動 這樣呢 就接受了 如果信仰是這樣的 的話呢 當我們歡喜領受了之後 做了一個基督徒之後 我們以為我們有了一個信心 但是這種 只是感情上面 感覺上面的信心呢 怎樣能夠幫助我們 在做了基督徒之後 去面對我們的人生 很多的苦難 很多的挑戰 試煉 試探 甚至因信仰 可能要受迫白 受嘲笑 這些千瘡百孔的人生 力量 如果單憑一個 對 歡喜領受 怎樣 站得住腳呢 信仰 其實信仰呢 不是說 feel good 哎呀 今天呢 我起床 這麼漂亮的天氣 真是好 昨晚呢 睡得真是熟 早上起床 好精神 昨晚呢 其實我睡得沒有幾個小時 那麼我教了個小時呢 六點起床 那麼六點呢 響的時候呢 我我我我 我晚上睡的時候呢 我記得我打黑 側過這邊 到那個鬧鐘響 我仍然在這邊 因為我睡到無辱度 那我那個鬧鐘呢 是教了一首音樂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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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不要呢 那個鬧鐘 哒哒哒哒哒 整個人跳起來 這個柔和的音樂 慢慢醒來 好些 但是那個音樂響的時候呢 我就變成 耳朵聽到音樂 但是我就 好像在夢裡面 我彈琴 你會彈琴 不要笑 在夢裡面 人可以萬能 雖然那個不是真實 然後 然後燕婚說 鬧鐘響了 那師父 那個是鬧鐘的音樂 不是我自己彈音樂 睡得很熟 那麼起床呢 就覺得 雖然不是睡得很多個小時 都夠精神 今天呢 我feel good 那是不是我就feel God呢 今天這麼精神 神幫我同在 這樣 那如果哪天起床 呀 陰陰天 天氣如測 三日都下雨 feel bad 這樣就 那是怎樣 這樣就不feel God 啊 原來呢 信仰 不是只是講feel的 不是呢 只是好像 落在那個盆石 土淺石頭地上呢 就 歡喜領受 這樣就會結果子 沒有果子的 太過感情化了 基督教的信仰呢 是必須要有理性的部分 向下摘好根 然後才可以結果 摘根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對聖經的道理 有學習 有領悟 明白 聖經的道理呢 是要讓我們去明白 然後去順從的 不是讓我們去得著 有時候我們讀聖經 今天呢 我讀這件經文 我很得著 好像呢 讀到 有一句聖經 好像有支筆 highlight了給我 嘩 feel good feel god 即是很得著 這樣就真是好 但是呢 另外一天 哎呀 讀聖經 哎呀 你會說 又老旁又盆石 又荊棘又荊棘又荊棘 又荊棘又荊棘 又荊棘又荊棘 好像沒有什麼 今天呢 就是 哎呀 媽媽地 這樣 沒有得著 聖經 如果我們讀聖經 有得著 好像神的說話 碰著我們的心靈 固然是好 但是我們都需要 有我們理性那部分 努力去學習去記取 好像我們唱過壽司歌 我們把神的說話 記在我們的心裏面 想想 你有多久沒有讀聖經呢 不是剛才這樣讀過 是自己在家裡讀 有多久沒有讀過 信仰是必須要有理性那部分 向下摘根 最近這幾個星期 應該有四次我接觸一個人 第一次我就 剛剛見面 稍為講一下一些 讓我介紹一下 總之都向他傳呼音 那到應該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呢 他們夫婦在那裡 第二次只是單獨向那個 一個婦人 一個長者 那我幫他呢 講解了一些聖經的道理 他好像 你不要講那麼快 因為這個是第一次接觸 我不可以一下那麼快 你說慢點 他很專心的 我講解完了之後 我說 你想想我幫你一起祈禱 我為你祈禱 為你想面對那些困難 那些需要祈禱 你猜他怎樣 好啊 當他一說好啊之後 他有一個動作 我好深印象 你知道是什麼 他立刻跪在地上 我們祈禱 一說就祈禱 好啊 立刻跪下來 那我都跪下來 其實我都喜歡跪在那裡祈禱 第二次 再一次 我又再有機會 再幫他 再見面的時候 我又幫他解釋多一些的時候 那我就問他 你願不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你的救主呢 那他就說 我願意啊 那你願意呢 那我教你怎樣祈禱 那我告訴你 我幫你 帶你做一個訣誌 祈禱是怎樣 那他就 最好呢 因為我給他一個 好像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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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的祈禱是怎樣 讓他知道一陣子祈禱是怎樣 必須在你的心裏面同意 這樣才祈禱 你同意 你便跟著我 怎麼知道 最好是我自己說出來更好 是啊 你自己說出來更好 不過現在我還未能說 那便跟著你一次 又跪在那裡 這樣去祈禱 那到剛剛 這個禮拜了 又再見到他的時候 我又再幫他解釋一些 這樣的時候 他說 今天你講這些 我將他和上個禮拜 你幫我講的那些 我連在一起 我明白多了 你說什麼 代罪高揚 耶穌代我罪 當然我明白多了一些 他真的 聽完了去想的 他說我一日兩次祈禱 這樣 嘩 那你見到這個 這樣一個人 一接觸福音 他好像 真的 好像口渴的人 想把那杯水喝下去 這樣 那你是不是覺得很好 聽到神的道 當下 歡喜領受 好不好 當然好 但是 我覺得 我有一個挑戰 就是要留意 就是 他這麼歡喜領受的時候 我必須要幫助他 是不是能夠把神的話語 扎根在他的心裡 進入不是他的感性的部分 而是穿過感性的部分 進入去理性的部分 去審度 看清楚這個信仰 是不是真的 你要信靠的 耶穌基督 是不是真的 是為你去罪死 而你是這樣相信的 有這個理性上面的同意 接受 這樣才要穩陣 這樣才是扎根 雖然 雖然 扎根之後 然後 就是 落到去 驚激裡面 可能 泥土 就是夠了 但是 周圍有了 驚激 好像一個人的心田 是有足夠的空間 給他 去 扎根 給他的信心 去扎根 但是 卻是沒有足夠的空間 給他 可以去 去結果子 諸說 有空間 給他向下扎 沒有空間 給他向上 結趕 這個是 驚激 那個 土壤 就是一個 未經過 很多次 不斷的悔改 除去 自己生命裡面的一些 雜質 這樣的 森田 就很難去結果子 那些 有時候我想 當我講到 他會為今生的思慮 錢財 現落 濟 就不能夠結出成熟的子 現落 其實 有時候我想 在我們生命裡面 生活裡面 一些 不能夠幫助我們 在信心裡面 掌進的 那些 嗜好 興趣 這些都是我們的心靈裡面的 驚激 來的 不要只是以為 貪愛一些東西 一些壞的事 壞的 做壞的事 那些是驚激 其實 有些驚激都很漂亮 不刺人的 不過是不能吃的 好像那些弊子 那樣 所以呢 我們都可以理解 驚激都可能是我們生命裡面 一些不幫得到我們信心成長的 一些興趣 有些人呢 年輕一代比較多些 就是 你在上面講到 在下面開著手機 不知道去提些什麼 他不是讀經的 那樣 那個機不離手 機就不可失 就是很重要的 那麼 很多這些的興趣 經常拿了我們的注意力 和我們的時間 這些都可以是我們 心靈 信心成長的經濟來的 我們需要去 去留意 去拔除 跟著最後一種 好土 落在好土裡面 就是 人聽了道 他持守在一個誠實 善良的心裡面 這樣呢 就可以結束了 好 那繼續呢 我們就看看 耶穌繼續說 他又說了這句說話 一幫上面有什麼 垃圾呢 沒有人點燈 用一個器皿 蓋住它 或者放在一個床下底 是應該放在燈台上面 讓人進來看見 隱藏的事 沒有說不露出來 隱瞞的事 沒有說不露出來 所以你要當心 應當小心 有的 還要加給他 沒有的 連所有的都要奪去 這裡說到 點燈放在燈台上面 你有沒有記得 馬太福音第五章 燈山部分 耶穌也有說過 但是那裡就說到 主要所謂你們的行為 都要好像燈那樣 就是一個好行為 好像燈照在人的面前 被人家看到我們的好行為 就將榮耀歸給天上的父 所以那裡的燈 就應該是說到一個門徒 燈的光 門徒的好行為 但是這裡的燈 有一些解經家就認為 這裡 路家是拿這裡 就說為 這個燈就是神的道 發出的涼光 好像詩編都說 神的道是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神的道好像一個 在人的心裏面 起到作用的一個燈光 就是說 照明我們心裏面的意念 希伯萊斯都說 神的道好像兩人的利劍 把我們人的心裏 透開 透過讀聖經 好像一面鏡子 讓我們看到我們自己 所以當我們接受神的話語 透過理性的思考和明白 可以幫助我們 照明我們心裏面的意念 所以四種的心田 就是接受了神的道之後 還要存在一個 誠實 善良的心裏面 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信心 這個就是信心的 好的根基 跟著 盧家又繼續說 好像另外一件事 其實都是連貫的 耶穌的母親和他的弟兄 應該是他的弟弟 因為耶穌是最大的 來了 因為人多不能夠去到他 跟前 就有人告訴他 你媽、你弟弟在外面要見你 那耶穌怎麼說呢 耶穌就說 聽了神的道而進行 就是我的母親的弟弟 那這裡是不是耶穌好像很不近人情 你媽、你弟弟找你 那他就說這句話 其實呢 如果一些老師 教書的時候 是會怎樣教的 很多時候 是很認識的 就是說 一群小孩在那裡玩 那他講一講 就馬上就就地取材 就拿那些眼前見到的東西 就去講一個道理 那間耶穌的母親 他弟弟在外面要見耶穌 要幫他講話 有些人呢 因為有些人說 耶穌好像瘋狂了 傳到傳到 連飯都不吃 那些瘋狂 他的家人關心他 要來幫他講話 那這個時候呢 耶穌就就地取材 一聽到你媽媽 耶穌就說 聽了神的道 又進行的 就是我的母親 就是我的親屬 那這裡所講的是什麼呢 其實 這裡所講的就是 耶穌想說 幫主耶穌 建立一種熟靈的關係 更重要 過肉身血緣的關係 做馬利亞的 做耶穌的 這個生生的母親 做耶穌的肉身的弟弟 好像雅各 好像猶大 這個世界有幾多人 有這個機會 只有那幾個 只有那個時代 這個世界幾多 百億的人 都不會有這個機會 在那個時候 沒有這個機會 以後都不會有 只有那幾個人 有這個機會 但是做耶穌的熟靈的親屬 即時說 透過接受耶穌基督 成為天父的兒女 耶穌稱我們為兄弟 那麼這一種的熟靈的關係 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有的 就是透過 聽了我們的道 去進行 這個呢 就是說 不只是單單聽到那個道理 單單聽了 明白了 還要去實踐 所以即時好像黃陽明講的那句話 知 還要行 是要合一的 這個呢 就是耶穌所教導的 信心的建立的根基 有一位美國的牧師 他是一個解經家 他亦都在電台裏面 有一個廣播的節目 他已經回到天家了 他的名字是 Warren W. Willsby 那麼他呢 在他那個聖經講的節目裏面 有一次他就向那些聽眾 強調一件事 就是說 遵行神的道是很重要的 每一日 在日常的生活裏面 實踐那個重要性 他很強調這件事 他甚至呢 提醒 他的聽眾 那個時候是收音機的 不是電視節目 他提醒他的聽眾 他說 我們呢 很容易呢 會有一種這樣的誤解 或者試探 我們呢 認為我們 當我們呢 有時候我們會 不以為我們很熟靈 什麼時候呢 就是呢 當我們呢 不斷的聽到 聽完一篇 又一篇 聽完這間教會 去第二間教會再聽 今天還好 不用去第二間教會 怎樣 在電腦跳來跳去 不知道幾多篇 是不是 我聽完一篇 又聽一篇 聽完一篇 又聽一篇 我聽了很多 我甚至做筆記 在我聖經裏面 畫圈 highlight 我這樣說的時候呢 我知道我們有幾位姊妹 他們做筆記 這個是很榜樣 沒有意思說他們 以後不要做筆記 不是這樣的意思 這個牧師呢 都不是這樣的意思 做筆記是好的 其實呢 當你在下面做筆記的時候 那個在這裡說的人呢 他會有受到鼓勵 你重視 這個是好的 但是有時候我們會 魔鬼引我們入一個悟區 我們會以為 我們這麼多的聆聽 這麼多的學習呢 我們就自然是很熟靈的了 這樣的意思 但是呢 我們沒有認真地實行 我們所學到的那些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就好像自欺欺人 那麼有一個聽眾呢 聽了之後呢 很生氣 啊 因為他都做筆記嘛 因為他都做筆記嘛 不是你們啦 那個是西人來的 他都做筆記嘛 很生氣他就寫信 去 因為那個沒有現場啊 聽眾 有什麼問答啊 寫信 想寫給他的牧師 那麼 當他在寫的時候呢 可能是聖靈的工作 他就想到 好像覺得 是喔 我聽完又聽 我沒有什麼實行 喔 我不知道家裡 我旁邊那個位 就是我旁邊 就是我不知道家裡 我家裡的人 我太太 我就是這個女士 我不知道我先生 怎麼看我 那麼呢 於是他就想 好像覺得自己 有一種罪咎感 就是我聽了很多 學了很多 但是似乎我沒有什麼 去實行喔 這樣 那麼當他想到這樣的時候呢 他的那封信又不寫字了 沒有那麼生氣了 那麼他就改變他的做法 他就說 那麼後來呢 他才再寫信給這個牧師 他就說 當初我怎麼生氣 怎麼生氣 打算寫信罵你的 那麼後來呢 他就改變了我的做法呢 就是 他 改變了他 the way he she approached the bible 那麼就是 怎麼樣呢 就是說 我聽少一點 不聽那麼多了 但是怎麼樣呢 我每聽一篇呢 我就留心一點 甚至重複仔細一點 然後呢 在那篇裡面 我得到什麼提醒 就算是一件很細微的日常 生活裡面的實踐也好 我都嘗試去做了去 聽少一點 留意去實踐 那麼呢 他說 他說 我發現 聖經好像一本全新的書 我都很吸引我 我很有興趣 這樣 我的生命都覺得不同了 然後去試寫這個信 多謝這個牧師 所以 所以 在第十八節那裡 主要書都說 有的 還要加給他 因為他實踐 有時候我想 好像那些軍事裡面也好 什麼地方也好 有些人說 唐人家 你經常在這裡出入 很危險的 有些人說 最危險的地方 是最安全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 有時就變成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你毫無戒備 上個禮拜 我們《時事記》裡面 講到基電去打那幫人 那幫都是以為自己最安全的時候 就基電出其不意去做下他們 其實在我們基督徒的實踐裡面 最安全的地方 可能最危險的地方是什麼 可能是你家裡 就是說 我們讀神的說話 明白了 我們要在家裡實踐 而我們很多時候 很容易失敗的地方 最具挑戰性的地方 是在家裡裡 我們必須要好小心 求主幫助我們 我們的心靈 可能最早是一個 土淺石頭的盆石 但可以慢慢的心羹 變成了有土給的種子生長 我還有很多驚激 但我們都可以 憑著繼續追求 除去的驚激 以至於我們這個心田 是經過心羹之後 可以結出果子出來 求主幫助我們 一切由祈禱 親愛的主我們多謝你 但願你的話語發出來 你進入我們的心靈裡面 能夠結果生長 但願你的靈在我們裡面 不斷地幫助我們 建立我們 讓我們能夠 結出行為的果子 永遠要你的命 我們多謝你 我們祈禱奉耶穌的命求 阿門 多謝大家 蘇牧師的講解 神的話語 我們感謝神的話語 讓我們 深藏在我們的心裡面 反覆來到思想 然後我們可以走出來 我們唱一首回應詩歌 是你的話 如果方便的 大家一起起立來唱 他們在聽吧 神的彩虎 有些歌曲 神的彩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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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我想你的话语 深长在我心 免得我的罪你 免得我愿意 主啊 与我亲亲 我爱你的声音 做我 朝前的灯 做我 路上的光 天地 赞扬过去 你的爱 出藏着 天地 赞扬过去 你的花 却掌心 我将 你的欢愈 生长在我心 免得我的罪你 免得我愿意 主啊 与我亲亲 我爱你的声音 做我 朝前的灯 做我 路上的光 天地 赞扬过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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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爱 出藏着 天地 赞扬过去 天地 赞扬过去 天地 赞扬过去 主啊 以我亲近 我爱的声音 做狂 找见的灯 做狂 路上的光 我爱的声音 请坐 接下来我们有赞美诗 之后我们请宋牧师来做祝福 我唱赞美诗 请大家起来 我唱赞美诗 我唱赞美诗 合约真相 请大家凭信心领受 从神而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 基督的恩慰 父神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你同在 从今直到永远 阿们 请坐 麥队长 我们上会 谢谢 谢谢